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杀出狂人阵 影片一开场是一幅宁静而祥和的画面 小镇居民终日过着与世无争的太平生活 助理医师小甜甜为了去看男朋友龙套哥的棒球赛 舔着脸跟医生金发姐撒谎 说我大姨妈有病住院了 我想请个假去看看 金发姐说想看龙套哥打棒球你就直说 甭跟我这儿啰哩巴缩的 小甜甜说我跟龙套哥真的没开过程 你甭听那帮老娘们儿瞎胡说 金发姐说你这就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还没上老虎凳呢你就主动招供了 转场之后当龙套哥等人正在比赛的时候 毛弹叔拎着个散弹枪闯进了赛场 警长大眼哥和副警长胡子哥两人一看呢 急忙让大家出赛 这毛弹叔是镇上出了名的酒鬼 顿顿离不开酒啊 一顿不喝就浑身拔走 大眼哥一看毛弹叔目光呆滞表情僵硬 就知道这孙子又喝没弄了 大眼哥说大叔喝多了就回家搂着老婆睡觉 甭跟这瞎胡闹 可大眼哥的话毛弹叔显然是没听进去 这哥们突然把枪给端了起来 大眼哥一看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急忙碰的一枪就让毛弹叔领了便当 大眼哥在法医那办完手续之后啊 亲切的接见了毛弹叔的老婆和儿子 大眼哥说如果不是毛弹叔喝醉了瞎胡闹啊 我也不会让他叫汉票 毛弹叔的老婆一听气得是浑身发抖 上去就给了大耳哥一大嘴巴 说我老公早就戒了酒了 你甭跟他找借口 对于让毛弹叔领盒饭这件事啊 大眼哥心里很不识滋味 因为以前他们哥俩 不仅在一起招过猫斗过狗 还在KTV里喝过酒 属于典型的胡闹狗友啊 金发姐说老公你做的对 如果当时你不先开枪啊 估计我现在已经赶嫁了 第二天的一早 大眼哥接到了访仪的电话 说经过化验呢 毛弹叔血液里不含酒精 大眼哥一听就梦了 转场之后 金发姐来到了蒙圈叔的家 蒙圈叔的老婆说 我老公有点不对劲 你给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蒙圈叔说我没病 主要是最近整宿整宿的开夜车 这身子有点虚脱了 到了晚上 已经犯病的蒙圈叔拿着刀 开始追杀老婆孩子 由于这娘俩藏的比较隐蔽 这哥们没找着 于是便一把火把自己的家里烧了 第二天的一早 几个村民正在打猎的时候 在河里发现了一名 已经腐烂的飞行员的尸体 街道报案的大眼哥和胡子哥 在附近的沼泽一通瞎群 果然发现了一架坠毁的飞机 大眼哥说这么大一飞机掉咱这儿了 怎么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胡子哥说从咱影片的类型上来看 肯定是有什么化学物质在水里扩散 果不其然 两人一查 发现饮用水的河流 首先经过的就是毛带不加 不得不说 这二位真是当警察的聊 这推理能力确实是有一套 随后两人找到了镇长 请求关闭水源 镇长说咱都是装结汉的 全靠这些农作物吃饭 把水源关掉 这不是扯淡吗 大眼哥一看这老顽固不听劝 于是便开始蛮干 强行把水源给掐断 蒙圈叔自打被抓起来之后 脸上的表情一直挺横 不仅对自己的错误 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而且还异常的狂躁 把大眼哥和胡子哥都吓了一跳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眼哥突然发现了 镇上的互联网和手机信号 全都中断了 他拿着手机来到镇上 唯一的主干道上找信号 发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当他刚摸到停尸房 突然就遭到了 已经犯病的法医的袭击 经过短暂的肉搏战 法医终于年老色衰 也得了好办 这边法医刚一嗝皮 手里的电锯便不怀好意的 从大眼哥扑了过去 幸亏胡子哥及时赶到断了电 不然大眼哥以后 这当下再也没法看 大眼哥回到家 正跟金发姐闲聊天的时候 突然一群美国大兵出现 不容坤说 就把这两口子里活捉了 随后大眼哥和一些镇民呢 被压解到了一个临时的集中营 在测体温的时候 金发姐由于怀孕的 这体温略微有点高 于是便被强行隔离了 大眼哥一看那能看 这哥们刚想英雄救美 就被揍得找不着美了 很快金发姐和一些 已经感染病毒的人 被强行固定到了床上 由于事发突然 吃瓜的群众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场骚乱的很快出现了 一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也很快领了合法 可就在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这帮美国大兵 突然坐着直升机撒子撩了 为了救出金发姐 大眼哥和胡子哥回到单位 带着武器就杀了回去 金发姐和小甜甜 正躺在床上闲扯淡的时候 已经感染病毒的校长 拿着个大铁叉子突然出现了 这哥们儿淒里咔嚓 很快就把几个龙套给杀了 金发姐和小甜甜 一看当时就吓尿 当金发姐马上就要交饭票的时候 大眼哥和胡子哥及时赶到 四个人在前往卡车餐馆的途中 经过了龙套哥家的农场 小甜甜一看心上人 活乱跳的 激动的是不要不要 可就在这个时候 时间不大龙套哥和他妈咪 全都领了合饭 要说还得是大眼哥 很快便把一个美国大兵给活捉了 大眼哥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想好了再说 不然我弄死你 大兵说大哥 我也是吃瓜群怒 这都是上面的命令 只说让我们来处理突发事件 至于什么事 我也是隔壁老王进精神房 十分的迷茫 你们摘了我的面具 估计我也快给了屁了 大哥求求你把我放了 我保证绝不说出去 大兵们走了之后 金发姐说 看来这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 第二天的一早 四个人来到了大眼哥和金发姐的家 准备收拾东西跑路 而就在这个时候 已经犯病的毛袋叔的老婆和儿子突然出现 趁着他们打得正热闹 咱必须把这种病毒的特点给介绍介绍 凡是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 就像得了狂犬病 见谁要谁的命 双方经过短时间的肉搏载 毛袋叔的老婆儿子最终领了热饭 四个人开着车正往前窜的时候 途中突然遭遇到了军方的直升机 大眼哥一看大事不妙 急忙把车开进了路边的一个洗车房 可这洗车房里比外面更恐怖 几个人正在车里商量对策的时候 突然就遭到了已经犯病的洗车房的工人的袭击 可怜的小甜甜在这场戏中不幸抓了洗手 三个人正长驱短叹的时候 在外面守株待兔的直升机一枚炮弹 又让他们的交通工具领了盒盒 转场之后 胡子哥用暴力的手段拦住了一辆开过来的汽车 哎呀 要说这场戏设计的实在是太刻意了 因为这哥们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比谁都清楚 原来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携带着一种生化武器 政府为了防止病毒扩散 于是便封锁了大眼哥管辖的小银 金发姐说这种病毒的潜伏期是多长时间的 这哥们说48小时 时辰一到被感染的人必须交换票 大眼哥刚想跟这哥们再聊会儿 没想到被胡子哥一枪给干掉 鉴于胡子哥反常的行为 大眼哥和金发姐认为胡子哥已经被感染了 于是便偷偷的把胡子哥的枪给拿了 胡子哥说如果不是我救你的命 你早就领盒犯 你这个负心汉怎么能这么干呢 哎呀看看这哀怨的眼神 真的是楚楚动人的 不得不说 胡子哥对大眼哥那可是真爱 为了帮助自己的好基友顺利逃出去 已经被感染的胡子哥 主动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最后英勇就义 两口子来到卡车三馆 发现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金发姐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政府是想让咱全家的人都领盒犯 大眼哥说不要那么悲观 人定胜天呢 只要思想不划破 办法总比困难多 就在这个时候 大眼哥从对讲机里听到了军风的对话 说什么程序已经启动 再有十分钟电影就杀了清了 影片的最后 经过跟已经犯病的卡车司机的一番搏斗 两口子开着卡车 顾头不固定的开始逃命 两个人跑出去没多远 核弹在他们屁股后 光当一声就爆炸 不过诡异的是 这二位居然没有领盒犯 你说扯淡不扯淡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甭管生活多如意 居然思维要牢记 提前挖个防空洞 以免万一嗝的屁